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拥抱大香港主义》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大香港早晨》 《拥抱大香港主义》 《拥抱大香港主义》 《早晨》 来到第三节 这节是说什么呢? 这节是昨天一宗花生案件 东方很着弱 东方现在很喜欢批评政府 反政府报纸 因为他捉到一些官员 也是官员 官员就是政府人员 卖淫 卖淫 他很兴奋很着弱 东方的标题是什么呢? 就说 官场多祸端 罪案蓋不完 文政助理专业 涉经营卖淫集团 尖沙咀酒店 区五骨干成员 压运 保持水准 东方日报非常好 什么事呢? 警方在尖沙咀 倒破一个卖淫集团 拘捕了五个人 其中一个是官场的明日之星 就是在说这个 沙田文政事务 助理专业林方达 警方在星期三 破获了一个酒店高中妹 很厚 厚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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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的 你想不想做高中妹 我都高人工 你想成为一个高中妹 就是每个中 你都是高中妹 你一堂单对单 都成千元 都不错的 你再高一点才行 接着就这个 那这个红了才行 红了红了红了 明天拍剧 明天拍剧 那么 一个高中妹卖淫集团 在尖沙咀一间酒店 就拘捕了五名男女 她们呢 是卖淫集团的主佬 和骨幹成员 其中一个呢 是秦政务主任加入政府 现在呢 是在沙田文政事务的助理专业 林方达 这样 他就涉嫌 这个是罪名 这个罪名就是 容许所管轄之处所 用作卖淫活动 这样就是这个罪 这个罪名就是 容许所管轄之处所 用作卖淫活动被捕 这样 现在保释后查 民政事务署 当然很震惊 现在就说 回应就是在了解事件 这样就 喂 接着东方就说 高薪养炼政府的中层人员 竟然参与卖淫案 感到震惊 那么由于民政事务专业 涉及参与地区事务 那么这个也是地区事务 参与地区事务 参与地区事务 就是去酒店 即是酒店的一些卖淫 集团 我不知道它是那些网络 卖 它是高级的私人会所 这样 不是每个人找它 它都会接你生意的 它是高级私人会所 但是都是酒店而已 都在酒店上去性交而已 它应该是有些厉害的厉害的厉害 厉害的厉害 九万多元 是的 应该真的高纵 九万多元 九万多元是厉害的 真是 拘捕了五个人 但是他们是一起在酒店里被人拘捕的 即是他们真的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被人拘捕 即是不能够说是不知道的 那么 在这个 西九重案组 现场发现涉事的五人 也发现了一批嫖客和妓女 一批的 那么 林方达在集团里面 就怀疑负责订房 协助交易进行 另外四名被捕人士 就包括男女主佬 分别呢 报称是琴行老师 琴行老师 还有model 琴行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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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high can 琴行老师 开琴行原来是这样的意思 阿萍 水月落你和杨迪can 搞这么大生意 厉害啊 厉害啊 原来这么大规模 哇 厉害啊 有 钢琴老师 有这个毛特儿 销售员和地盘工人 他们被指控操纵妓 涉嫌 依赖他人 卖淫的收入维生 等罪名被捕 那么 林姓男子 30岁 就是说林方达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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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报 就是 这个呢 嗯 嗯 嗯 是的 他们几个就是 现在控制他人卖淫 依靠他人卖淫 收入维生 容许长所管轄之处所 用作卖淫 活动 那么呢 就 他有解释的 他有解释的 那么呢 这个这个林方达 有解释的 就说呢 他就是多间酒店的 的 的会员 就是 他是多间酒店的会员 那么他就可以 便宜价订到房 那么呢 就因为订得越多 就积分越高 那么所以呢 他有个说法的 他的说法呢 就是呢 他就说 为了草职分 就在网上呢 就去 就去 说可以帮别人 便宜价订房 那么便宜价订房的嘛 于是乎呢 就不知是否被人 就拿 他他据报呢 就说他不知情 昨天TVB新闻 就这么说 就不知道为什么 TVB新闻呢 就走出来呢 就会帮他们去护航 就说呢 是的 TVB新闻正常是这么说的 就说呢 这个林方达呢 就是一个这样的卖淫 不是不是不是 林方达就是一个这样的 很多的酒店的会员 的会员 那于是乎呢 接着呢 就 为了去草职分呢 于是乎呢 就在网上呢 就去 招募说可以帮人平价订房 那么据了解 据传闻呢 就说呢 他是不知道呢 订了房子呢 被人呢 就要来做卖淫的 那么但是呢 但是呢 这个说法就 有点少少 难搞 因为你现在被捕呢 你是一起 和其他那些 这样的经营者 一起在酒店里 被人抓到的嘛 那么 所以呢 就 就比较难说些了 比较难说些 他不在的 他不在的 那边租房那个人 是姓林的 登记人是姓林的 接着呢 租房的费用呢 是由姓林那位 人士的信用卡来给的 哦 之后追查才逮捕他 当时林方达应该是不在现场 哦 这样也有得 这样也还说得通 这样也还说得通 那可能真的没有参与都未定的 这样 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存疑 我们存疑 这样我们不知道 但是就 好了 那东方就很着弱 我想说 你现在的媒体报道 真的很分割 很分割 我想说 东方整个报道 譬如刚才说 关于他的组织分 会员那些 是TVB的报道来的 是 TVB的报道就只是focus 林方达那些 酒店会员组织分 是 帮他护行 但是东方的报道 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是的 一句都没有讲的 反而就讲什么呢 反而就说 很强调林方达 就 高薪厚职 高薪厚职 这样就说 他就说 他就是被视为官场的天资娇子 将来有机会 就出任政府高官 入息薪金有五万元 十年之后 月薪大概有十万元 高薪厚职底下 应该就不会挺而走险的 除非不发利润相当高 这样 然后隔离就写着 高中卖淫利润丰厚 那他都是承接 就是果然真的很高 果然真的很高 这样 他就说 民政事务助理专员 就负责地区工作 不能够排除他之前和案发地区的工作上面 那些人士就有工作关系 因为民政事务专员会调派去不同的地区工作 和地区人士组织和警方有联系 如果勾结不发组织或者活动 就会起到很大的保护散作用 因为相关人士懂得如何规避 避开法律陷阱 那他就说 这个事件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就是很多人 就是说很多人卖淫都没受到 是的 可能事件是冰山一角 那就不排除其他的政府官员 或者牵涉其他事件 他认为今次事件令人大跌眼镜 因为政务主任理应才德兼备 建议日后政府聘请政务主任的时候 要注意申请者的品德 以及要彻查清楚有没有涉及案件 就是这样的 这个就 他没有说他的什么组织分等 那些事情 只是说 喂 你已经给了这么多钱了 高薪养廉 但是 但是他再强调 高中卖淫利润丰厚 非常之丰厚 交易地点主要是酒店 每次性交费用 一千三百元或者更高 在疫情之前 警方曾经倒破一个私人会所 提供高中卖的服务 有单次交易高金 单次交易 有单次交易金码高达九万元 哇 这个真的 这个真是厉害 单次交易 单次交易九万元 很厉害 那些明星级数 这样 这样也被你倒破 那不就真是厉害 那不就有很多人在玩呢 很多人在玩呢 不是一个人 那就是 那就是 单次交易 没有说一个人 是啊 那不是屠龙 群龙乱舞 那真的是很厉害 那就是 那就是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我想说 好了 我也帮一下 林方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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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方达说话 其实我想说 我从来都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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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林方达涉及 那我不说他有没有参与这个 这样的事 但是首先我先说我的立场 我从来都认为 我从来都认为 性交易 应该是合法的 而事实上 香港性交易是合法的 香港其实 卖淫是不犯法的 但是呢 香港呢 在它那个合法的范围里面 其实根本就没有可能 合法卖淫的 比如 举例就是 如果你自己卖淫是犯法的 假设 假设 Kris要卖淫 那样 Kris也可能有这样的需要 如果Kris自己卖淫 那Kris就没有事了 不犯法的 人是可以 这个是智力更生 首先 原则上 道德上 我从来都是支持 我从来都是支持卖淫工作的 我从来都是支持性工作者的 我认为这个理论上 应该是一个合法 合理的工作 而事实上 这件事是不可能禁绝的 OK 这是人类自古以来最古老的职业 你禁绝一个 人类自有商业活动以来 第一个出现的商业活动 就一定是卖淫的 你禁绝一个人类最古老的商业活动 是不可能的 但是 都会禁绝 但是我觉得合理的做法就是 这个世界应该会有 你应该设置红灯区 你应该设置一些 合法去进行性交易的一些地区 以及一些性工作者 好了 但是香港 而香港其实都是合法的 性交易 性工作者 但是问题就是 他怎样都是不合法的 他做出来就是 比如说Chris Chris想去卖淫 Chris立刻就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 如果有人帮Chris手的话 那些人就立刻犯法了 就是说Chris想请个人 或者帮他 就是打点一下 或者是 找Agent 或者计算数也好 你只要Chris是卖淫 然后Chris是给你钱帮助他的业务的话 那个人立刻犯罪 那个人犯法就是 依赖他人卖淫的收入维生 那就立刻不行了 就是说你卖淫 你是一定要 你卖淫一定是一个 一定是一个个体户 你一定是要自己管理所有的工作 要做老板 是啊 你一卖淫就是老板 OK 你一卖淫就是老板 而且有一条罪就是 林方达那条罪 林方达那条罪就是 容许所管轄之处所用作卖淫活动 这个是犯法的 这个是犯法的 也就是说 如果Chris要卖淫的话 Chris立刻就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Chris不知道去哪里卖淫好 因为你任何人 只要租个地方给他去卖淫 你就立刻会犯了这条罪 容许所管轄之处所用作卖淫活动 就是说你卖淫是要有单位的 你知道吗 你要买房子才可以卖淫 Chris 你自己有没有单位 你有的 你自己有单位的 那你可以卖淫 Chris 没问题 Chris Chris 可以卖淫 但是他自己的地方算不算是呢? 他自己的地方也是所管轄的范围 管轄的处所 他自己的房子也可以叫做管轄的处所 我说不准 就是 都是关他事 不是 你应该容许 法例应该容许他人的 容许他人的 就是你一定要 其实你租个地方都可以的 你租单位都可以的 就是如果你原理 就是如果你一定要 就是那个法律原理 就是如果你字面转得很小 那么你租给他 你都可能会犯法 但是我还没听过租房子给妓女是犯法的 所以理论上就是租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卖淫的成本很高 你卖淫的成本就很高 是不是? 所以我从来都觉得 我从来都觉得 就是你说 依赖妓女收入维生 其实为什么会有一条这样的条例 其实就是打击扯皮条 和那些卖淫集团 就是你如果 你如果 就是 就是卖淫 卖淫之所以是会有 就是卖淫这种 业务生意会有问题 就是你要禁绝的 其实是逼粮为枪的 就是你要禁绝就是 你要禁绝就是 就是一些人口买卖 就是譬如捉了你 然后又或者是 要挟你 或者是 影你裸照 或者令你染上毒品 然后迫使你去进行 你不愿意的卖淫工作 那么 你因为如果 誘因够大的话 那你有很多方法去做 事实上 就会有很多这样的活动 所以于是 就有一个条例 有一个条例 就是这个 不可以有 这个依赖他人卖淫的 收入维生 或者 就是这个 操纵他人 控制他人卖淫 和这个依赖他人卖淫 收入维生 之所以要是法例禁止 就是为了禁绝这些 操控妓女 操控妓女 操控性工作者 这些这样的集团式的运作 因为他会 制造了很多暴力 还有很多禁锢 还有很多 很多 很多 很多逼良遗争的事件 这些是需要打击的 但是 其实要去处理这些事情 理论上最好的方法就是 合法化 你合法了之后 譬如你要去经营一些这样的 性交易场所 你需要有牌照的 或者你需要有一些法规规范的 有正确的规范 你要在 你要在红灯区开业 你设置了红灯区 你要在红灯区开业 在红灯区开业 是需要有一些担保 或者是一些证明 那些这样的 于是你让事情有规范化 你会打击到一些非法卖人的活动 你会打击到这些操纵 这些这样的非法操纵妓女 或者妓男 男妓女妓 这样的问题 那好了 那 但是问题就是有一件事情 就是 容许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这样 还有就是 有一个条款我觉得很不合理 就是容许所管轄之处所用作卖人活动 就是 尤其是在现在没有红灯区的情况下 那么 你一个人要卖人 如果忽然间 忽然间我不需要了 忽然间 阿Chris也可以 阿Chris有自己的单位 那譬如是 譬如谁要卖人呢 有谁最近次要卖人呢 譬如阿柔 阿柔要卖人 阿柔要卖人 阿柔似是要卖人 整天都很不行 那这样 阿柔要卖人 他立刻要租一个单位 才可以卖人 那你就 但是忽然间要卖人的人 那 除了有些人 是立志要去 立志要去做性工作者 那种 那种 如果不然你有时 你有时其实是 你有时其实是一个 可能是 窮途末路 窮途末路 窮途末路的时候 很难先租一个单位 窮途末路很难先租一个单位 然后再去做性交易 所以我觉得最完善妥善的方法一定是设置雄登区 然后有一个合法的管理 有一个合法的监管 但是在此之前 其实呢 对于性工作者非常不友善的条款 就是这个容许 容许所管车之处所用作卖人活动 而我觉得呢 林芳达你可以呢 你可以听我今天这集节目 然后就趁着你现在 你现在被检控这条罪嘛 而你宣称你自己是不知道的嘛 起码TVB帮你这么说的 你除了用了TVB的说法之外呢 你如果要继续去保有你的政治前途 甚至乎想更上一层楼呢 你就应该要用我今天节目的这个说法 你直接就是为 你直接化身成为一个性工作者的一个 争取性工作者合法的先锋 争取雄登区合法的先锋 而首先一件事就是 因为你被人检控 这个这样的容许 容许所管车之处所用作卖人活动 而被检控 你为了拯救你自己的政治生命 你现在应该是争取取消这条法例 你就用回我刚才的说法 你有多少急着要卖人的人 赶急同堂无路要卖人 就是因为被这条条例拼住了 他们没有理由 我现在突然应急 我现在立刻租个单位 买个单位 然后我才卖人应急 如果我有钱买个单位 租个单位 我不用应急了 是不是 我不用搞到卖人 是不是 好了 但是 但是 就像阿柔这些案子 是不是 他趕着要卖人 他急着要卖人 然后没有理由立刻租个单位 是不是 是的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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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为了照顾到阿柔 你可以找阿柔 阿柔 可能 他本身就是急着要卖人 卖不到的一个人 就因为他没有钱租个单位 那你一起开记者会之下 所以 其实就是 所以这个事件身受其害的 除了你之外就是阿柔 那你就可以说 其实应该取消了这样的 容许所管轄署所 用作卖人活动的这条条例 就直接删除了它 删除了它 这样呢 那你就可以 如果你成功了的话 你除了可以脱下自己的条罪之外 你还为千千万万 在未有合法洪灯区之前 还为千千万万的性工作者 就争取了更友善的工作环境 那你就立刻拯救自己的政治前途 所以我帮你想好了 但是将来 升官发财 记住 记得小弟 我也帮过你 帮过你 帮过你一把 记住 这样 出谋献责 我收到新货金 有一百元就说 小弟有机会 回去旧公司心大心誓 麻烦大亨问天后意见 姐姐 好啊 礼拜一帮你问 有一百元就说 女朋友因为不知道打针 还是什么 看不到什么 有二百元 三元货给我就说 就是说Ambles 就上分离班 第一次自己上课 希望顺顺利来 没事的 帅哥 看一下 有一个是说女朋友的 是 女朋友 因为工作要去打第三针 女朋友因为工作 打了第三针 麻烦我帮忙上乡 祈求平安健康 KH OK 没问题 好啊 那我们就 我们就 休息一会 回来做最后一次 看完节目 记得like comment 和share我们的channel 收睇最强频道 订阅《易血时报》